我说俏俏咱能不能歇一会儿呢 能不能歇一会儿 你过来来 俏俏 那么多人呢 可能轮都轮不到我去 不行 你得听我的 你没听他们说吗 粉丝都开始流失了 要是俩座的话 把咱俩一块去 那我自己去 没意思啊 那 把游戏机带上 路上玩 我说的不是路上没意思 是我一个人去了 没意思 哥 这个时候你不能一齐用事 来 听我的 偶像手则第一条是什么 不是 不是男主角的戏不解 错 是要时刻把粉丝放第一位 有这条吗 当然 你以前就是时刻的把粉丝放第一位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喜欢你啊 我也是因为这个 才成为你粉丝的 你不是因为我唱歌后挺喜欢我的吗 啊 你 好了 哥 不说这个了啊 总之 你不能辜负你的粉丝 好吧 你 这 瞧瞧我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心里边怎么想的啊 你怎么想的啊 我 一徒晚归 蛋猪肉鸡 只有圣 一群眼狼相追深远 徒聚之 偷一骨 一郎得骨质而一郎仍从 富头之 后郎得骨质而前郎又质 骨一金矣 图 图 大炯 图 大炯 是谁 是谁呀 图户 看着狼了 大炯 害怕了 那也不应该叫大炯了 应该叫大孔了 为什么是大孔呢 害怕吗 恐怖 人家文言文写的就是大炯 我 我 我在外边碰着狼了 我吓得大炯了 明白吗 你不是说你去探索大自然吗 对呀 我是去探索大自然了 但你们没告诉我大自然里有狼啊 那大自然里不仅有狼 还有狮子 老虎 大象 扑了鹅巴 蚂蚱 那你这 你这些山猫野生都有 为什么提前不告诉我呢 你们的责任感呢 翘翘 走 咱俩继续探索大自然去 不是 你继续搁这大炯吧 外边有狼 外 那就是大炯嘛 人家文言文就是大炯嘛 小炯 过乎 戣 正兄 贤弟有一事相求 咱们能不能不转 不瞒你 跟你说呀 转得我有点迷糊 这话说的 就好像谁不迷糊谁 郑哥 敢问你们这个电视 为什么没有影呢 那只是个显示器 偶尔有信号 既如此 那请问你们这里的 WiFi密码 是多少 没WiFi 那么每天 你们这里的人 除了修身养性 就没什么别的事可做 我们每天 睡醒了以后 就干干活 聊聊天 然后 就洗洗睡 好一个洗洗睡 这正是无聊的 田园生活 吃 等会儿 你要干什么 我要吃 下围棋 我给你围住了 这些籽全没了 你脑袋糊涂了 我们下 我们下的是 五子棋 什么时候 一直下的是围棋 怎么能下五子棋呢 谁说下围棋了 不是 这就是个围棋的棋盘呀 围棋棋盘下五子棋不行吗 不是 你哪在一时都这么下围棋吗 我就问问你 你来之前 我们就没下过棋 你 你这个人 你 好好下个棋 你说你鸡闹什么玩意儿 你鸡闹 我什么时候鸡闹了我呀 鸡闹什么玩意儿你鸡闹 你瞅你那一脸 猙獰的面目 你压棋呀 哎呀 玩什么玩意儿好 啊 我们来玩相机 鸡